橘猫低下脑袋 准备去吻一具女尸 可由于女尸的口臭太过刺鼻 她猛地张开了嘴巴 吐出一大团白色仙气 向着女尸慢慢靠近 突然间女尸的瞳孔变成了椭圆形 下一秒女尸竟活了过来 当她坐起身子时 旁边的橘猫已经不见了 她的脑袋一阵空白 完全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 只是感觉到身体有些异样 她突然听到一群海鸥飞来 回头看去 海鸥仿佛就在眼前 她害怕地用手抵挡 爬行声 仔细看去 这只蜘蛛竟然有三百根腿毛 为此她感到恐慌 控制不住地在地上爬了起来 她凭着记忆回到了楼下 看着家里的窗户 脑海里瞬间有了想跳上去的冲动 轻轻地一跃 直接跳到了窗台上 她来到玻璃前 看着镜子中浑身污秽的样子 竟有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可她就是想不起刚才发生的事 一气之下 她直接砸碎了窗户 等到第二天醒来后 小兰直接睡在了架子上 她习惯性地没有看脚下 猛地从上面摔了下去 但她像猫一样 四脚着地毫发无损 本以为这只是幻觉 但看到身后破碎的玻璃 她彻底傻眼了 这一切都是真的 这时神秘的橘猫再次出现 小兰抱起橘猫 在她的脖子上发现一张纸条 打开一看 竟然是一串神秘地址 她带着橘猫找到了这个地方 房子的主人 是一位穿着华丽的贵妇 她似乎早就料到了小兰的到来 两人交谈了几句后 贵妇邀请小兰来家里坐坐 一进门 几十只猫咪将她团团围住 贵妇告诉她 是这只埃及猫就活了你 她已经活了3300年 每隔100年 就会选中一个人类女人 把她变成猫女 而你现在就是被选中的人 但小兰根本不相信 牧痴贵妇是在扯淡 她起身就要离开 可就在这时 贵妇突然从盒子里 拿出一颗猫薄 小兰本能地揭在手里 她痴迷地吻了起来 直到贵妇拿走薄 她才停下来 回家的路上 她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困惑 大叫道 这绝对不可能 女孩死后 尸体被一大群猫咪团团围住 这时一只橘猫发现了她 她静止地来到女孩身边 张开嘴巴 对着女孩吐出一口仙气 下一秒女孩的瞳孔 就变成了椭圆形 随后女孩就神奇地活了过来 醒来后的她 获得了猫的本领 不仅能眼观八方 轻轻一跃就是十几米 但同时也拥有了猫的行为 一口气吃了八十个猫罐头 打电话也变得猫里猫气 晚上睡觉的时候 邻居家又开启了派对 她一忍再忍 决定给邻居一个教训 她来到阳台上 警告邻居声音小一点 可此时的邻居还没意识到危险 对着小兰大呼小叫 这可把小兰气得咬牙切齿 一脚就干翻了大门 随后跳到桌子上 直接用水枪滋坏了喇叭 顺便帮邻居洗了个冷水澡 邻居刚要反抗 就被小兰踩在了脚底下 当着大家的面 肆意侮辱了一番 回到家后 小兰喜欢上了这种感觉 她打开衣柜 拿出了一件黑色皮衣 随后给自己剪了个酷酷的发型 涂上口红 一个美艳的猫女正式诞生 她骑上摩托 一路风驰电掣 很快她就来到了珠宝店 本打算顺条便宜项链回去 可正好碰到了店内有人在打劫 她邪魅一笑 直接扒在了栏杆上 嘲讽的说杰匪是软蛋 劫匪举起枪 对着栏杆就一阵托托托 然后一顿操作猛如 仔细一看卵又没有 小兰早已没了踪影 劫匪们感到了害怕 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小兰就从身后一下踢倒了两人 另一名劫匪连忙赶来 她瞄准小兰一顿射击 可小兰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她在栏杆上跳来跳去 子弹都打光了 愣是连小兰的毛都没碰到 小兰看起时机 直接给了劫匪致命一击 回到家后 她渐渐地对自己的猫女的身份感兴趣 用电脑一搜 发现在她之前 还有好几人猫女 她来到了贵妇家中 询问自己到底是如何死的 贵妇递给她一个面具 小兰直接从上面 看到了自己的悲惨命运 原来她和普通人一样 在化妆品公司上班 可她无意间听到一个秘密 就是公司正在生产的化妆品 含有有毒物质 最终使人变成一个怪物 她听完后十分的震惊 一不小心碰到了身后的酒瓶 老板发现了她 派杀手前来追杀她 无路可逃的小兰 选择跳进了河里 直接被活活淹死 知道了自己的死因后 小兰决定找老板报仇 她来到了公司 却发现老板已经死在了地上 并且身上满是抓痕 这时老板娘走了过来 她告诉小兰 这个怂货真是死有余辜 竟然阻拦我的产品上市 小兰这才明白 老板娘才是幕后黑手 可已经太迟了 警察突然冲了进来 在老板娘的高超演技下 小兰成功地入了狱 这个女人想要越狱 可铁门的间隙只有五厘米 女人先是抬起大长腿 将腿伸了出去 随后又将头伸进门缝里 不大不小 正好可以伸出去 紧接着 身体左摇右晃 铁门在她面前形同虚射 这可把旁边的橘猫都看傻了 随后小兰跳到窗台上 纵身一跃 在空中旋转366.66度 无料太过追求完美 不小心和汽车来了个接吻 她静止地走到汽车旁 一把拎下了司机 然后开着车扬长而去 而在另一边 老板娘正在召开发布会 向众人介绍那团有毒的化妆品 众人被她忽悠得纷纷鼓掌 原本以为发布会十分地顺利 没想到小兰及时赶到 老板娘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被小兰一顿暴揍 但她的身上却没有任何伤口 原来老板娘长期使用毒化妆品 导致身体发生了变异 皮肤犹如钢铁般坚硬 无论小兰怎么打都不能留下伤口 而老板娘也发动了反击 她举起铁棍 对着小兰就是一套闪电武林鞭 小兰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危机时刻 小兰突然觉醒 战斗力飙升180倍 一爪子就挠在了老板娘脸上 这一下终于留下了伤口 然后一个猫猫腿 直接将老板娘踹下高楼 小兰想去救她 但老板娘从玻璃中 看到了自己腐烂的脸庞 她彻底绝望了 直接选择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至此以后 江湖上就有了猫女的传说 我是大鱼 咱们下期见